其實大學絕對不會不收 其實是比你盲目的一尾追求GPA OK是否很淫亂 至於反台的個案 他們稱呼你們的意義 或者稱呼你們的目的其實是 Yo 大家好 早晨 我是塔塔 相信大家早幾天前已經放了幫 希望大家可以入到自己心水的program 之後就準備好自己 開始九月份美好的YouLife 這條片就和大家做過少少的 大學小迷思Q&A的videos 早前我在instagram上收入了大家的問題 這條片就一一幫大家解答 這條片主要是分成幾個session 第一個session就是當少雜看 第二個session就是關於OK 第三個就是關於上座 第四個就是關於YouLife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Question 1 第一條問題就是 中學沒有選擇Econ 或者BA做Electives 大學讀BBA會不會很hush 或者大學會不會不收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話 純粹是對business的觸覺 或者它的底不太好 其實大學絕對不會不收 只要你夠分就一定會收 不過如果你中學有這些做少少底的話 讀下去就會更加順 不過你沒有讀也不要緊 因為雙科都是比較basic 或者比較common sense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到大學才cash up 其實都不是一件難的事 好那Question 2就是 哪間You的數學比較好 那我自己覺得 可能UST 可能對business 或者商課方面會比較 出中 出色 這個是我自己的意見 好那閃閃眼就去到Session 2 就是關於Ocamp 其實大家對Ocamp都有很多問題 那我就一抽少少來跟大家解答 Ocamp是不是一定要加入 其實Ocamp就不一定 即不是一個強制性一定要加入的活動 其實是一個型身型 只要你是Freshman 或者你是Year 1、Year 2、Year 3 其實都可以參加這個Ocamp 所以答案就不是啦 可以自由決定 你想結識朋友仔 或者想體驗一下Ocamp 就可以加入了 Question 4就是 Ocamp應該去多少個 那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年我做一個中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對Ocamp這件事 很多期待 即覺得很憧憬 入完U之後要玩Ocamp 即覺得很青春很熱血 到我自己上完裝 又搞過一次Ocamp 再加上我現在陸續續都有去不同U 不同數到做 Ocamp的MC之後 再加上一個結論 Ocamp的Rundown 其實都是大同小 其實都是差不多 最主要Ocamp目的就是認識人 讀大學的你們 相信你們都很有同感 認識人好 認識字 如果你們都不抗拒玩Ocamp 其實我覺得 怎樣都要玩一至兩個 因為我自己就會建議 玩自己細數那個 我會建議玩Major那個Ocamp 因為你會認識到同Major的朋友仔 如果你想認識多些人 可能報到一至兩個 你更加感興趣的CAM 我自己覺得可能報一至兩個 其實已經夠了 朋友仔就問Ocamp是否很淫亂 相信大家應該是看了個案幾年 某些很突出的新聞報道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so far這些程度 是大大減低了很多 就是 我覺得看你怎樣看淫亂 這個字 男女有身體制度 其實是不奇怪的 不過有沒有去到超級淫亂的那些 那我就覺得 so far這一兩年 我就不太覺有了 不過這個也是 眨在我的立場來看 因為我 始終我沒有去好 那麼多間U的不同CAM 都體驗過 那我覺得so far 我眼見看到的CAM 其實都ok 除了某幾支掃 可能會玩得特別瘋一點之外 或者聽傳言之外 大部分掃劇的風氣都比較正常 不會太淫亂的 在這裡可以放心 其實這一條問題 主要是 看看你想找什麼掃 參加什麼CAM 那其實主要你留意 你想加入那個 okam的掃 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他們的IG 留意最新情況 那相信那裡也會有 詳盡的報名時間 報名資料 詳情也會有 很快 我們已經去到Session 3 關於上妝的問題 有朋友問我有沒有上妝 那我是有上的 我是Year 1 Entry的時候 就上了我自己細數的妝 就是CTU的Marketing 就是MKS 上妝會不會被老鬼罵 例如 翻桌 那樣 其實呢 我覺得 罵就是 kind of都會的 其他You的 可能 上妝文化 那我就不是說很清楚 始終我都沒有上過 其他You的妝 那我也沒有這個 發現的資格權 不過我相信絕大部分 應該都是會有罵人 就是con人的環節 上過妝的 你們應該都會經歷過 可能 後樓梯con你們 或者不知哪裏con你們 現在跟大家劇透一點點 他們con你們的意義 或者con你們的目的 其實是 五成是有用 五成是為con而con 就是你們要知道 他們背後為什麼要con你 那你就會覺得整件事會smooth一點 對 應該是這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我相信大家到 下妝的時候就會知道 那些老鬼會con你們 對 到時大家可以留言 跟我說一年後 等你們的comments 至於你說 反桌的case 就有些extreme 那件事之後 我都沒有聽說過反桌 那件事就太極端了 現在就只是會con 就不會有反桌 這些那麼大的reaction 這條我覺得是一條挺有趣的問題 那有朋友就問 我有沒有後悔過上妝 還有想知道上妝是否超級長 這條的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 是絕對沒有後悔過上妝的 這支妝 我想的位置是external的位置 我覺得我在這一年裡 真的成長了很多 還有學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再加上external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我是認識多了很多不同的 旁邊的一些衣位 甚至是其他的莊園 所以我覺得這一年對我來說 是真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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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難忘的 是 我會說真的學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搞了很多不同的event 還跟其他聯U的人 搞了一個business dinner 其實真的 對我來說 那個意義其實都幾大 我會說我絕對沒有後悔過 因為這一年可以說 我覺得有機會是我 這四年Ulife最精彩的一年 搶不搶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上妝有分幾種 一種就是超級認真 超級學術性 一種就是 認真加搶 另一種就是 真的 在那裡弄的妝 其實有分這三種的妝 我覺得我想的妝是屬於中間那種妝 即是哪搶又會去弄一下 又會去玩一下的妝 我覺得搶是 都有點搶的 因為 因為在未上妝之前 可能要曬妝 普遍這些 其實你真的天天都會見到這群妝 不過我覺得 同時地 你天天見 還有你們是 整班人去朝著同一個目標去進發 其實是一件很熱血很青春的事 我覺得我是一個幸運的一個 因為我妝有12個人 而我們妝內關係都其實算是幾好 就像家人一樣 有沒有很大的矛盾 其實我們就沒有很大的矛盾 回想起來都幾掛著這群妝 因為他們真的對我來說是大學很重要的一部分人 如果你們進了U之後都想享受一下不同的部分的話 即不是一尾四讀書的 我也建議你們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妝去上 其實是對你們Ulife的四年是一件好的事 即是我們 move on 去Ulife那一部分 朋友仔就問大學是不是全部女生都有化妝的 其實我覺得是看人 因為你知道大學不只是local students 它有non-local students 所以我覺得某部分的學生 他們不是怎樣化妝 或者沒有什麼打扮 如果你說香港local students的話 化妝的比例都比較多 不過你說素顏有沒有呢 當然有 有朋友仔問我 讀書長不長 那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還好的 因為我是CC Year 1 傳 Year 1 當年我入完U之後 其實我可以用我CC成績 傳到沒有部分大學的 course 那當時我就傳了四課 那就是total12學 就是我給同學一起 Year 1 Jupper升上來的同學 我是讀少12學 就是讀少四課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是不知道我應該選什麼課來讀 就是我是誇張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讀書方面 我就還好不是特別長 因為so far我都是用zoom上課 就是沒試過用實體上課 就算是實體上課 可能是hybrid 就是半zoom半實體去上課 所以我覺得我還沒體驗過 早上大學要八半去上課 那些我都so far沒體驗過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現在是還好 甚至是有些不是特別太長 就是你撇除你examperiod 之前那些 examperiod例外 examperiod是真的要溫習的 那普通的情況下我覺得還好 阿蘇和大學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我覺得這問題是幾特別 而且我也有少許東西想分享 就是其實我覺得是 心態上的東西是最不同的 因為當年我讀阿蘇的時候 那我的心態當然是想穿U 那我是朝著84的方向 是不斷地自己讀書 那我阿蘇就只有一樣東西 那就只有讀書 而上了U之後呢 心態上最不同就是 可能我是會find myself 我是更加想去自我尋找 自我認知 或者是找回自己 那這句話就引用了一個 老師之前跟我說過的東西 你應該用這四年或者可能兩三年的時間 好好去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那我覺得 除了好好讀書之外 應該去慢慢找回自我價值 其實我覺得 認清Who am I 其實是比你更加盲目的 一味去追求GPA 這件事是我覺得 我現在還在找的東西 或者我還在尋找的東西 好奇一問 入讀CTO Marketing GPA是否都保持著爆死 其實就不會 承接回剛剛上面的問題 那我就沒有一味去追求GPA 那我也有裝不同的東西玩 就是可能我也有上裝 我的生活 不是單單只有讀書 所以其實我的GPA 並不是爆死 就是我現在的GPA 可能大概是3.2 3.3左右 其實我自己入大學 我自己對GPA的要求 準則就是過三我就OK了 就是我又不會追求說爆死 那當你說爆死當然是 學樂而不為 不過如果你的精力去分了一部分 去其他位置 你不是全心全意去讀書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爆死也是有一定難度 除非你那些天資很聰明的人 那我自問自己就不是的 所以就有這個3.2 3.3的成績 其實我自己都滿意 我自己都OK的 那我還是要看 那你不懂得去讀書 那我還是最終的一條問題 那我就是 那我和大家買個小廣告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我之前的一條 放説阿蘇 YouLive的Q&A video 所以我先歡迎去看看 因為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都不是那些直接入腰的人 所以我相信這條問題 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是有得救 就是看你自己心態的問題 如果選擇能入阿蘇 或者hi-deep 那你就真的要認真對待這件事情 你不要像釣耳朗 想進去先讀 如果你這種心態 我覺得你是未必有得救 除非你是天之很聰明 一讀就懂 直接入到上U 那是沒問題的 如果你天之好像我一樣 那我就要認真去對待這件事 不然你也是在砍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青春 想知道更多詳情的話 歡迎參考我上條的Q&A影片 問題就回答了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關於U-Live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DM我都OK的 知道剛剛大家放完榜 入到心儀的program 大家要好好準備自己的 四年U-Live時間 因為時間可能很快 眨眼我都已經2年了 讀大學的時間剩下兩年 希望大家好好爭取這四年的大學時光 好好去想清楚自己想要 和追求的是什麼 如果放到program的你們 是不理想的話 那你們都不會灰心 因為還有很多條路可以選擇 例如你們可以讀ASO HIGHDIF 或者外星課 其實很多條路都可以走 足以有雲條條大路通羅馬 不是直接入大學 才定義到你們有一個好的人生 其實絕對不是 有很多條路可以選擇 不過大家要對自己選擇 是要負責任 如果入到city的你們 我們City見 Bye Bye 好 好 好 有